Hello 大家好 我是Patrick 大家有沒有留意身邊的朋友、家人 甚至自己的小朋友 皮膚敏感或者濕疹是越來越多 越來越嚴重 在這裡有個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 原來我們所吃的肉類抗生素殘餘 對我們的身體很有影響 特別是會引起一些皮膚疾病 例如濕疹 美國有幾所大學合作做了一些研究 是說肉類抗生素殘餘 除了影響人類的皮膚健康之外 會引起其他疾病 例如血毒症和傷害我們的肝臟 在香港有五分之一的人 他們是受濕疹的影響 當中有大約150萬人 在台灣大約有300萬人 這裡有個圖表去介紹 我們怎樣受這些肉類抗生素的影響 當我們去吃這些豬牛羊 他們不是因為生病 而是每天為了預防疾病 而吃了這些抗生素 他們的肉類 就必然會有這些抗生素殘餘 當這些殘餘進入了我們的身體之後 它會影響我們的長度 菌群的失衡 因為我們的長度裡面 是有五千多種超過十億個這些益菌 這些益菌其實是幫助我們消化很大的作用 如果我們吃了一些不必要的抗生素的話 我們身體的益菌就會被消滅 在我們的身體長度的菌群就會失去了平衡 導致我們的免疫系統 免疫能力下降 因為這樣之後 也會影響到我們的身體 會有這些皮膚問題 有濕疹 甚至有便秘 輻射 口臭 甚至有些慢性的病 嚴重的會致癌 對懷孕的婦女來說 更加是要注意的 因為肉類抗生素 去了媽媽的體內 會傳到小朋友的體內 當嬰兒子有了這些肉類抗生素 他們的免疫系統會急激下降 導致他們會有很多皮膚問題 有濕疹的問題 所以我們大家要注意 其實在我們的身體 是超過75% 我們的免疫系統 是來自於我們的長度的健康 我們身體有80%的毒素 是通過我們的長度排走的 因此我們特別要注意